娘在,兄弟姐妹是一家,娘不在,兄弟姐妹是亲戚,子子感人废福。 娘在,家就在,淡淡有娘的孩子,大都有一个可以回味,值得追忆的幸福的童年。 童年的幸福,来自于娘的笑脸,来自于娘在家中的守望,家中没有了娘,你便不会再笑。 小时候,就像一个野孩子,整天在外面玩,只有饿了,累了的时候,才知道,回家,回家的第一件事情,就是找娘,进家的第一句话,就是喊娘赖,看到了娘忙碌的身影,听到了娘的应答,心也安定下来,于是,开始找吃的,吃饱了,喝足了,别再跑出去玩,大了。 他进家门的第一件事情,依然是找娘,来不及抱下肩上的书包,就满屋曲娘,娘看见了,笑着说少孩子,背着个包,也不嫌累,也许娘不知道,也许娘知道,找娘的时候,根本就不知道累,有了自己的小家,空闲的时候,就想去哪里好呢,于是便回了家。 这个家,这个家是我永远的也走不出的守候,推开家门,娘不在,爹营上来,便和爹老家长。 然而,眼睛却时时盯着门口,盼望着娘回来,娘推门回来了,心里顿时踏实了。 就这样,无论何时何地,何种身份,总是惦记着回家看看,回家了仍然先喊娘。 回家找娘,是人们多年来不自觉养成的习惯。 也许,生活中只要是有娘的人,大家都一样,这便是生活的幸福。 家和娘就是这样,深深地均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底。 随着年轮的抵增,人们会越来越感觉到,纵是岁月改变了容貌,纵是沧海变做了桑田。 那便是家,娘在那里为你守候,高处不胜寒,特别是当你事业有称,或是成功。 成了顶天立地的人物,可以是炸风云的时,内心的你会迫不及待地寻找心灵的依托。 而那最安全,最永久,最可靠的心灵依托,依然是娘,是家。 有人说,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,必定站着伟大的女性。 如果真是这样,那女性中,首先是娘,美国世贸大厦倾倒的那一刻,一个拥有一万资产的商人。 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末日,她想到的不是她身后的财产,她用手机发出的信号,是传递了一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妈妈。 我爱你。 魔女子的亲爱,在最危急的时刻,黯淡了小言,迸发出多么的光彩。 人性的伟大就在那一刻定格了,家,永远都不会远离你,即使是相隔千山万水,即使是远渡重阳,这一定是指你自己。 然而,娘的身影,总是在你行程中,娘的牵挂,就是你穿越时空回家的理由。 人类最最不能动摇的情感,也许就是那深深的母爱,人们心底最深的牵挂,真真就是那身你养你的家。 娘在,家就在,是啊。 娘在,兄弟姐妹是一家,娘不在,兄弟姐妹是亲戚。 诗话啊,有娘的朋友,不管你有多忙,一定要抽出时间,回家看看老娘,她永远爱你。 亲们,父母看一眼少一眼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而亲不大,珍惜,感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